关注美国娱乐动态 大家好 这里是美洲娱乐宿地 首先来看关于2021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最新计划 奥斯卡主办方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发言人表示 本届2021奥斯卡颁奖典礼 不会像爱美奖等一样改为线上 或主要以线上的方式举行 而会将像往常一样以嘉宾在场的形式播出 学院近日对颁奖典礼的举办场地杜比纪院进行了排查 正在考虑多个选项保证疫情下的安全健康 虽然目前甚不清楚典礼将采取怎样的安全规章 也不清楚有多少提名者愿意或可以到场 但本届表演长相提名中 热名人选中有多名70岁以上的演员 明年奥斯卡颁奖典礼将于4月25日举行 这也是奥斯卡历史上第4次推迟颁奖典礼举办的时间 届时颁奖地点仍为洛杉矶的杜比剧院 再来看著名影片爱月之城的导演即将回归新片的消息 以电影爱月之城一举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导演 Damian Chazelle正在为自己的新片巴比伦寻找演员 这些小丑女Margot Robbie正在与制片方商谈 她有望取代Emma Stone并加盟剧组 此外华人女星李力军也将会出演本片 她将要扮演的是首位在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 流星好莱坞著名的华裔影星黄柳霜 据报道影片巴比伦可能是故事发生在好莱坞的时代的电影 讲述的是从末片转型到有声电影时所发生的故事 而这也将是继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爱月之城后 始终要再次探索洛杉矶的作品 该片在2019年就被派拉蒙公司买下 并计划于2021年在圣诞上映 下面来看歌坛天后Lady Gaga的最新动态 Lady Gaga的Chromatica专辑于去年5月发行 但这位流星歌星一直都没有停止宣传 在12月2日她宣布与奥利奥饼干合作 推出一款名为Lady Gaga Oreo Chromatica的新产品 而Lady Gaga自己也表示 粉红色的饼干加绿色奶油的奥利奥Chromatica是个好主意 奥利奥方面表示 这项合作的灵感来自Chromatica的世界 在这里良善统治着一切 我喜欢带有绿色奶油的粉红色饼干 并希望它们可以使您的一天更加快乐 奥利奥希望它们可以帮助青年 以及解决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Lady Gaga Oreo Chromatica特殊饼干 将于2021年1月开始提供 一起来看动画制作《疯狂原始人2》的近期票房结果 动画芯片《疯狂原始人2》北美首周票房出炉 感恩节假期五天共收到了1420万美元 其中周末三天共开场地2211馆 票房970万美元 在新冠疫情下被认为是现代最艰难的感恩节当中 表现超出预期 《疯狂原始人2》也是信条之后 好莱坞传统大电影公司在北美上映的首部电影 北美首周末三天票房略好于信条同期 鉴于目前北美疫情依然严峻 有不少的好莱坞影院重新关门 《疯狂原始人2》的首周表现被认为是 何家欢定在疫情中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的迹象 不过今年感恩节当的惨淡仍是肉眼可见 而《环球影业》一向是缩短院线窗口期的积极推动者 《疯狂原始人2》的窗口期也是十分的短暂 约三周后就将上线高级视频点播 赶在圣诞期间 下面来看热门小说《头号玩家》的续集发行消息 《头号玩家》原作小说的续集 《二号玩家》已经近期发行 而作者Ernest Klein告诉外媒 他一直设想这个小说系列是三部曲 前两部都已经有了 而最后一本不是三号玩家 更像是零号玩家 Klein称他计划中三部曲的中曲将是一本前传 讲述了James Holiday和Ogdon Morrow 少年时期在Ohio的成长故事 这对高中宅男好友和他们后来的经历 是头号玩家的重要故事线 这本书的灵感来自Klein本人对小时候的回忆 他说玩龙语地下城和电子游戏 就像电影伴我同行那样 如今二号玩家已经发行 Klein计划先休息一下 但是他说这第三本有一天我会写的 再来看热门怪兽大片 《哥斯拉大战金刚》 最新的发行争议 对于怪兽大片《哥斯拉大战金刚》 是否可能直接上流媒体 目前还没有确定说法 不过有传Netflix提出2亿美元 购买该片版权 但被华纳拒绝 因为他们计划在自家的流媒体 HBO MAX上线该片 对此报道 《传球影业》拒绝了评论 华纳兄弟发言人则称 我们计划按档期将《哥斯拉大战金刚》 怨线上映 Netflix的报价无疑对传奇影业 是有吸引力的 但上线HBO MAX的话 理论上说该片也会在怨线上映 比如《神曲女侠1984》 最新官宣的北美发行策略 就是北美12月25日同天上 HBO MAX和怨线 该片目前北美定档 2021年5月21日上档 普遍认为很难预测 届时北美的影院是否已经完全复苏了 下面来看著名歌星Harry Styles的近期热搜新闻 英国歌手Harry Styles日前穿女装 登上了时尚杂志封面 接受杂志采访时他表示 如果因为是女装就不穿 你就会把整个世界的好衣服都拒之门外 我认为最令人兴奋的是 你可以穿你喜欢的东西 不一定非要是X或者是Y 这些界线将越来越模糊 尽管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和支持 但也有保守人士对此观点表示否认和批评 对此Harry于12月2日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张自己身穿蓝色西装的照片 配文是Bring back Manly Man 最后一起来看体坛的最新消息 美国直篮NBA于28日宣布 传奇巨星Kobe、Duncan以及Garnett 最终将于2021年5月进入篮球名人堂 这三人总共48次入选NBA的全明星赛 四次获选NBA例行赛最有价值球员MVP 并囊括了11个NBA总冠军 三人同样于2016年宣布了退役 并且首次入围名人堂就成功入主 此外拥有四个奥运女篮金牌的 WNBA球星Catchins 也于本届入选名人堂 名人堂的入主仪式 原本计划于今年8月份在麻州举办 但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而被推迟 NBA官方已经敲定 改在2021年的5月13号至15号举行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